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 今节 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世界什么叫乃德就乃 但是当你是一心要 搞关一间 企业的时候 真是什么都可以 那现在 连欧欧战争都跟TikTok似乎了 是啊 记得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这个欧盟的军备製造商 哎呀我们的产能 不多 要开行Turbo 那现在有一家 欧盟的 这个军备製造商 Nemo 那他就说 只需要TikTok 搞到我们做不到东西给乌克兰了 关他什么事 大哥 你说什么 他就说 TikTok的数据中心 是用了电 有哪些社交会计不是用电的 因为他是有个储存的地方 那他就说 没有了 大哥 这个数据中心 之前已经有了 你现在就贵他 怎么搞错 他一直有在的 但是现在 你自己的产能不够了 被人家说你 你就说 最坏的他 那他就是TikTok的数据中心 是佔用了 我们地区的剩余电力供应 你也懂得说剩余 你又不说说自己无能 建不了发电设施 那现在他们就贵了 那这个 欧洲最大的 弹药製造商之一 就想着 抗建 他们最大工厂的计划 他就说 致随到你们TikTok 搞到我们面临巨大障碍 因为你们TikTok 这个 数据中心 现在在消耗我们地区 所有的备用电力 那他有没有交电费 是不是呀 当然有啦 那 当然 这个 Nemo就是由挪威政府和一家 芬蘭的各有各房公司共同拥有的 他们就说 致随对你们TikTok 又是致随TikTok 我们的电 有没有搞错呀 那他就说 我们在 挪威中部 这个 劳福斯 工厂 没有多少能源的了 因为 你们TikTok 这个平台为他们主要客户的 这个数据中心 他们是用电的 喂 真是 你 都是那句 你要 你要整裁一个企业 真是什么都可以说的 哈 用电也不能够 喂 还有你之前 不是已经 难听说 喂你不是 不知道吧 老闆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就想问你 你 你之前 那么 他是之前 设计了你现在后来建的厂 你还贵人用了你剩余的电 搞到你 建不了新厂 这不是叫霸王 叫什么 哈哈哈 哈哈 那么他 那么这个 NEMO的CEO 就叫做Morton 他就跟 这个金融事报说 我们真的很担心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 是受到 因为TikTok的这个 数据中心叫猫咪影片 储存 受到他们挑战 由于我战争 我们对于军备 需求是激增 那你也是后来才 才是激增 你这么霸道 我现在激增了 所以你用我们的电 但是之前人家 设计好了 他们就很有道理地说 乌克兰 每日 是用成 6000发的 炮弹 相当于一个 欧洲小国的订单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要给他 65000发 他们这个CEO就说 现在 对于炮弹的需求比正常高速15倍以上 那么 欧盟 已经是投资了20亿欧罗起身厂 这样才可以满足到乌克兰的 这个 需求 你记住他后来才计划这件事 后来来的人还比本来已经在这里的人 他就说 其他欧洲国家更加不用说了 我们看到市场对我们的产品需求那么大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 那么 他这个挪威数据中心 提供的就是 Green Mountain 即是他提供商就是Green Mountain 他就说TikTok 现在 是在建三个数据中心 还有 它正在建的 你是未建的 哦 是的 就是想赶走人 但是 人家一早计划的东西 原来可以这么霸道 你们欧洲人不是经常说 要公道自由民主 要遵守这个契约精神 哦原来 真是大了 原来 很战争 你可以说 这个是我的领土 OK 那就没办法了 原来 他要建三个数据中心 并且可能在2025年之前 在 劳福斯以东 25公里 一个叫 哈马尔的地方 再增加多两个 而且是未建的 他已经是说得出来了 又是那些 未做的 但是正在 但是 都没看到 真的有佔用他的电源 他已经是先说了出来 你看 那些人多无耻 他未有的事实 他已经说 一定会这样 跟之前西媒炒作 完全一样 当然 如果没有佔用他那么多电的话 他就说 因为我们之前 做了一些预防措施 你才没有 好像上次 一路说 太平洋倒国 说中国会在那里建军事基地 是的 那些伎俩一模一样 当然 他就问到 这家中资公司是否阻碍了记者对税 是否阻碍了你们防务公司的扩张 是不是又会这么巧 他就说 这些公司肯定 当然要做到好像这么巧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不排除这个活动 和防务公司 关系密切 并非纯属巧合 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 又是暗示牙肯定是TikTok 这样搞 用了我们的电架 弄不到 这个 是军备给乌克兰 这个真是 等于是不是 军备给人偷看国家机密 当地能源公司就证实 电力网络 记住是按照 先到先得的原则 分配给TikTok的数据中心 对 他是先到的 后来的人士还说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人家先到的 是没有多余的容量的 那你又在那里设 这个军备 扩充厂 你是后来者 他就说 如果NEMO 的 订购容量 是多少呢 将取决于他们需要多少的 由于 传输网络 需要加强 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 获得可用容量 人家先到先得 你就说他占了我 但是你后来的人 现在还比先到先到的人 换转是你 你都不行 是吧 真的不公道 你们 太过分了 你连这样都赖 我知道整个西方都想TikTok 卖了股权出来 不由 这个字节跳动控制 但是 可不可以用 比较合理的歪理 专家就说 在整个欧洲 围着哪些公司 哪些行业 可以优先接入电网的争议 可能会增加 是你们搞出来的争议 合约精神何在 他们就说 这个数据中心在北欧 蓬勃发展 以后就不去你的投资 原因是 这里曾经有过 充足和廉价的电力 以及比较冷的天气 因为数据中心是很热的 那些超级电脑的东西 其实冷也是一个 挺好的东西 等于是不用开冷气 是吧 但是他们就说 清洁能源转型 亦都使得 电池行业和钢铁行业 纷纷涌向北欧 那是你的基建不行 那你一是拒绝那些企业 那你当时也不拒绝 没有 引发了电疫供 的这个紧张 大家都要竞争 那瑞典北部一位实业家就说 这场是一场大战 现在在酝酿着冲突 我们是要绿色的钢铁 还是要数据中心 其实你一问这句话 那就不用说了 那些西培肯定帮你的 当然要你们 绿色那些东西 你们本土 就说政府需要对哪些行业 可以获得特殊的能源使用权 优先排序 那现在 牵牌会迟些 人家都已经进入了 起劲了 你不要确定来 我觉得他肯定会确定来 不用担心 现在他说到这么大 你知道 环污是世界第一大事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 他肯定赶走TikTok 或者 叫他停一停 我们弄好了你再搞 整个电网完善了你再搞 你让我看死他 对于欧洲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工业的主要问题 关键行业必须获得能源 你又 你又没有说过问题 你们制裁 俄罗斯 他反制你 你又不说 是吧 他就说 这个问题 不是个别例子来的TikTok 是我们未来的趋势 这个Nemo 所在的地方 其实就说 在这个特殊问题上 我们确保 我们 要救这些 军备工给乌克兰 现在他一推乌克兰出来 西方肯定是 开进Turbo 赶走TikTok 跟你说 而且现在就已经是瞄准TikTok了 我们所需要 我们要推进我们的计划 扩大工厂 缓污 而且 确保其他发展可能性 符合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一说到国家安全就不用说了 一说到这些你还需要说的 它是大了的 是吧 缓污就是大了的 另外 美国当然也有说了 针对TikTok的 他们所说的威胁 威胁引号 他们说了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亦都在Twitter那里承诺 一定会推动立法保护 美国民众 现在整个 西方和一些盟友 开行Turbo 他肯定开行Turbo 其实TikTok也很难 他就说 令人最担心就是TikTok的CEO周秀之 他不能够 诚实地承认 我们所说的是事实 因为 他是去辩解的 而且 究竟是不是事实 如果他觉得不是事实 他怎么承认 你来到这个听证会 你什么都应 这么霸道 是没有的 但是 还是要看一看你的议员的质素 居然问一下TikTok是否 会连到WiFi 其实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 特朗普先生真的上了台 因为他有些人 包括我们澳洲 有些 好像大埔寺沿岸 有些 比较右翼的议员 又在村里有很多资产 他真的跟时代是接不上 但是 很不幸地 他们就是有票 就是有这些人 你记得其实当时 特朗普说的很多东西 都是很荒唐 但是也有人相信 是不是 没有想到那么多 没有想到那么多 有人信是有人信的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多 对呀 没有想到 原来有些人真是那么笨实的 你不敢相信 你知道美国 差不多是 这个世界科技 第一大国 但是 竟然是有人信的 竟然有人是不知道 社交媒体能连到WiFi 其实我也很震惊 不是吧 其实我觉得周首智也挺惨 我们在咪口都说 五个小时给那些 奇力怪在问你问题 哈哈哈 这个麦卡锡一口就说了 中共肯定会访问TikTok的用户 那些资料肯定没有了 那你 你也是定了 你都定了格的 就是你说你肯定是 那 老实说 其实周生他也是 都是挨几板 也挺惨的 对吧 他就是听你们说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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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样辨解 他就是不听 当然现在瑞典官方也说 要禁止工作的设备上 使用TikTok 其实整个小时 我们看到一件事 对TikTok相当地不利 我相信 都很难搞 真的很难搞 很大机会 会卖了他 逼他卖了 你想想 我跟你说 如果他卖了 就没有了这个供电问题 信不信 哈哈哈 我相信 是的 一买了就说不怕了 你供电问题解决了 可以缓污了 如果TikTok是美资卖的 他们就不出声 TikTok的股份美资买了 就不出声 多数是美资的 是的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